哈囉大家! 《無敵破壞王2》上映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把公主系列做完好不好? 只是這系列之後的前標題就不可以叫做 邁向無敵破壞王2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叫做邁向... 呃... 還要再想一下啊! 今天要講的公主比較特別 因為Pocahuntas是第一個 取材之真人真事的迪士尼公主 那她也是迪士尼電影中 第一次有跨種族的戀情出現 也因為帶到時空背景和議題比較敏感的關係 這部電影是一直都有一些爭議的 那根據《維基百科》呢 這部電影是 Losely Based on the life of Pocahuntas 所以到底是不是多loose呢? 非常... 非常... 非常loose 正如電影中介紹的 Pocahuntas是印第安酋長 Bowatton她的女兒 所以她算是一個印第安公主 她是一個真實生活在16世紀的人物 不過現實生活中的Pocahuntas 大概是沒有小碗熊和蜂鳥當她的小夥伴 她的本名其實叫做Motoaka 那Pocahuntas其實只是她的綽號 有搗蛋鬼的意思 象徵著她愛玩、奔放、向往自由的性格 那這一點呢 電影中是有還原出來一些的 那除了之外呢 這部電影其他部分 對於史實的還原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像是把這部電影包裝成愛情故事 這點就受到了極大的批評 因為真實生活中的Pocahuntas 她的經歷是非常黑暗的 那這我們等一下再提 畢竟是第一次根據真人改編的公主電影 又牽扯到的種族議題 DISNEY當然是非常害怕會搞砸 那這部電影之後 慣例也是有請來現實生活中 Pocahuntas的後裔來擔任本片的顧問 片中的服裝設計、戰武編排 也是有經過印第安異顧問的協助 最後光是劇本 就修修改改不下30次 加上對於動畫呈現的講究 導致這部電影耗時5年才被製作出來 不過這也不是風中起源遇到的唯一困難 迪士尼高層為了要兼顧大眾喜好 和合家觀賞的調性 對於劇本的干涉也是一大問題 在改編過許多童話故事之後 迪士尼團隊決定改編民間傳奇人物的故事 當時的選項還有 Annie Ockley 還有Buffalo Bill等等 最後他們選擇留Mike Gabriel 提出了Pocahuntas的故事 出使劇本有著類似 羅密歐和朱莉葉那樣的悲劇調性 深受高層喜愛 在發現美女與野獸這樣有一點點黑暗的公主電影 更容易受到獎記親愛之後 當時的主席Joffrey Katzenberg 希望可以複製出當年的成功 他就鼓勵把這部電影製作成比較成熟的調性 於是Pocahuntas和John Smith就這樣談起了跨種族戀情 女主角的年紀也被調整為成年18歲 而不像以前的迪士尼公主一樣常常都是青少女 這裡還有一個蠻有趣的小插曲 那就是Pocahuntas這部電影 當時算是和獅子王在同步製作的階段 同一時間還有製作已經進入後期的阿拉丁 這三部電影裡面 迪士尼內部是最看好風中起源的 於是很多動畫師都強責來做這部電影 而不是獅子王喔 他們覺得這部電影應該可以立下一個很了不起的里程碑 事實上這部電影雖然最後評價不好 論票房而言全球還是有大概3億美金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但是還是沒有比阿拉丁高 更別提是名利雙手的殿堂級經典獅子王了 當年應該是很多動畫師很後悔自己選出的陣營吧 所以為什麼風中起源是一部這麼有爭議的電影呢 不外乎就是因為他對史實還原度非常低這件事情啦 現實生活中的Pocahuntas 他不但沒有和John Smith變成一對 他們甚至是有一段年齡差距的 那根據資料記載呢 Pocahuntas他第一次遇到John Smith的時候 他大概是12歲左右的小女孩 那那個時候John Smith已經是28歲的大人了 所以他們根本不可能會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整個Pocahuntas和John Smith有一腿 好這樣講難聽 所以他們兩個有愛情的這個情愫的靈感是怎麼來的呢 這是來自於一個傳說故事 那就是Pocahuntas他從其他印第安人手中救下了差點被處決的John Smith 這個故事是來自於John Smith他本人的日記 那其實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虛構出來的 因為他在另外一則日記裡面也寫到了另外一個他在土耳其 被一個少女拯救的類似的故事 因為描述的情節有很多重疊的地方 就讓人懷疑是不是他自己杜撰出這個故事 或是他自己記錯了事件發生的年代或是人物 除了之外這部電影被很多印第安裔的觀眾認為是帶有西方濾鏡的 美化了開墾新大陸時期真正發生的事情 確實Disney還是有試圖讓片中的開墾者變成類似反派的形象 讓印第安原住民唱到這些外來的侵略者才是真正的savages 但是卻輕描淡寫帶過了開墾者在這片大陸上做了各種殘忍的暴行 電影讓Pocahuntas透過Color of Wings這首歌告訴John Smith 他的演技也多麼的狹小 卻沒有讓這個訊息和故事整體做出一個連結 導致英國開墾者最後看起來是因為沒有黃金而離開 而不是跟John Smith一樣真正體悟到了關於大自然的智慧和和平的意義 當然你也可以解讀成大家最後是被男女主角的愛情感動了啦 那我是覺得看起來不是很有說服力就是 我甚至覺得這兩個人沒有什麼化學效應 硬要發展出感情線還蠻奇怪的 然後我們就自然起一步討論Pocahuntas 他透過類似神靈幫助的心電感應 奇蹟似的聽得懂英文這件事好了 還是得說一下Color of the Wings 真的是非常美的一首歌 用很有詩意的歌詞帶到了Pocahuntas 他們的民族相信萬物有靈這件事 還有對大自然的尊敬 更告訴John Smith 即便他去過很多地方 不轉換視角看看這個世界 你知道的永遠有限 最重要的是不論你的膚色或背景如何 我們都只是小小的人類 我們或許可以開墾某片大陸 卻無法征服大自然 不過回歸故事本身最大的爭議 其實並不是迪士尼如何改變他 而是他能不能 該不該被拿來改變 《空中起源》被包裝成一個年輕女子 勇於選擇自己所愛 最後又決定守護自己家園的一個女性 擁抱自身力量的故事 但現實生活中的Pocahuntas 他非但沒得選 是自來遭遇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他曾經被綁架、俘虜 長達約一年的時間 雖然不少史實記錄到 他和英國人是友好交流的關係 但實際上他確實是被迫才和英國人生活在一起的 Pocahuntas實際上是一個終身都受到父權壓迫 一個被歧視的手術族群 一個不得不放兩眼光 只為求生存的女性 這樣的故事確實是值得被血淋淋直接說出來的 但是迪士尼畢竟是迪士尼 不太可能這麼做 很多人在譴責這點 不過我覺得《空中起源》這部電影 有點像是用不一樣的方式 讓Pocahuntas這個人物重生 整部電影在極度被美化的情況下 還是有它的意義在啦 反覆多聽幾次Color of the Wind這首歌 還是可以找到它的核心價值 分享一個冷知識 那就是Color of the Wind裡面唱到的 Have you ever heard of Wolf Quiet to the Blue Corn Moon? 其中的Blue Corn Moon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甚至就連演唱這首歌的Judy Kune 都說她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那實際上它還真的沒有意思 Moon這個詞在美洲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是直接代表著月份的 那他們會以當月發生的事情 來幫那個月份命名 像是玉米收成的月份 就是Moon of Green Corn 那這首歌的作曲者 Steven Schwartz呢 他在準備這部電影之前 他就讀了很多印第安詩集 去蒐集的靈感 那其中一首情詩裡面 就有寫到了Moon of Green Corn 於是就給了他Blue Corn Moon的靈感 那他本人也承認 其實這個詞沒有任何的意思 他只是覺得聽起來很好聽啦 最後一個冷知識 那是迪士尼呢 他們其實知道 大家一直都在討論 為什麼迪士尼公主都沒有媽媽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原來是打算 要給Pocahontes一個媽媽的 但是最後又覺得 印第安文化裡面 其實是異夫多妻制的 那現在生活中 Pocahontes的爸爸呢 大概有12個老婆吧 那這些老婆呢 生完孩子之後 還會被送到原來的部落裡面 有點只是 像是生育工具的感覺 所以現實生活中的Pocahontes 他可能也跟他媽媽不熟 那最後呢 就沒有選擇 把媽媽放進這個電影裡面了 所以電影中最接近 媽媽的角色應該是 柳樹婆婆吧 但是有人跟我一樣 覺得柳樹婆婆真的是 超級無敵可怕的嗎 我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我小時候真的是 真的真的被嚇到 然後我還發現 另外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爸爸你身上掛著是 Ego的兄弟姐妹嗎 好那以上就是 我對風中奇緣的一個 心得的分享了 那下一部呢 我們要講的電影是 花木蘭 剛好是一部 我一直都很想要重看 但是一直都沒有去重看的 迪士尼公主電影 所以我還蠻期待的 那一樣也是歡迎大家 留言分享 希望可以在下一集 看到怎樣的內容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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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